园长辛苦了 辛苦了 刚刚 刚刚这个舞蹈真的大汗淋漓对不对 没有没有 其实有一点失误了 啊 怎么 看出来了吗 没有 完全没有看出来 忘了两个动作 真是不好意思的 哇 没关系对不对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感觉 你怎么跳都是帅的 好了 小凯 准备好了吗 下面要大拷问了 好 有很多粉丝难得要跟你来提很多问题 我们先来答答今天现场的粉丝们 他们的问题 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问题箱好不好 来 来 好 我们请小凯选三个问题来回答一下 好 第一个 小凯你自己来念吧 这个开头要念吗 要念 来 亲爱的大哥 你好 哎呀 我和你一样 今年也成了高二生 哦 马上要分文里 可 不能也经常说到高考的事情 呃 你会觉得压力大吗 会怎么排解 哇 这是来交心的哈 这个算一个嘛 嗯 算一个问题 好吧 对 其实我觉得 只要是 你不能说官方的话 你要发自肺腑的 就是只要 只要你有一件事情要去做的话 就一定会感到压力 是 对 但是 怎么缓解这种压力 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方法 嗯 比如说我的方法你可以试一下 好 我的压力 就是要怎么排解呢 身边有朋友或者有家人可以跟他们亲戚 他们可以教你一些 嗯 解决他的事情的方法 对 或者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外面 呃 玩一圈 回来 玩一圈 对吧 现在放松之后再去想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嗯哼 对 或者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听歌放松之后 再想 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才就可以把它做好 哎 只有猜金纸 我们给小凯再擦下汗 还在流汗 刚刚那个舞蹈真的 特别的 来工作人员准备一个餐巾纸哈 一会儿我来跟你要 来 来丢一包上来嘛 来来来 啊 好了 这个臂力比较 臂力比较大哈 就是 刚刚小凯说的非常有道理哈 就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要去跟别人倾诉去聊天 对不对 还有办法就是自己出去玩一圈 但我想知道 你一般玩一圈是去外面 外国玩一圈 还是家楼底下玩一圈呢 呃 就在自己卧室转一圈 哦 好了 当我没问哈 来我们再来第二个问题 卧室转一圈原来也能解压 真的 正能量小网址 来 好 嗯 嗯 小凯 我送你的五瓶星星折纸 不知道你收到了吗 还喜欢吗 哦 五瓶的星星的折纸 但是我不知道你送的是哪一瓶 因为真的太多了 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 可以把这些时间放在自己的工作 或者学习上 嗯 对 就大家的心意我们都能够领到 对 刚刚是领导发言 确实很多的粉丝会用自己 因为很难得见到你 对不对 就会准备一些心意 可能花很多时间 所以小凯的建议是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更值得 可能自己 是不是 也要自己更 对 因为平常我折 我折折的话 你也会折星星 就我折星星的话 你给谁折 折一 我就打个比方 就小时候折折 折一颗星星可能就要花个几分钟 嗯 对 所以你知道那个是很有心意 但是心意我们还是领了 对不对 好 来谢谢 第三位看看现场的粉丝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在挑哈 来 小凯16岁 之后的学习和工作好好努力 也要好好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 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啊 这也是你们每一位 对小凯最关心的问题 是不是 然后大家也要好好地去工作学习 然后保护好身体 外面下雨 希望不要感冒咯 哎呦我要哭了啦 好了我们是游乐园 不要煽情 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互动 刚刚是我们现场的粉丝的提问 看得出这个小凯真的也非常的 体恤大家 来接下来我们看看爱奇艺的网友 他们有问题要问小凯 同样我们工作人员把爱奇艺网友的问题拿上来 好 哎呀 来小凯 一一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 第一次与粉丝一起过生日 感觉如何 亲密互动会紧张吗 你刚刚到现在有紧张吗 我其实还好 嗯 舞蹈是有点紧张 开玩笑 表演的时候会认真 嗯 其实我觉得 大家跟自己就是 喜欢自己的人 过生日应该会开心吧 不会紧张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你 喜欢的人 然后我觉得感觉就是很 很就是很开心也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 是今天妈妈是不是有来 对妈妈 哇 好了我们就不透露妈妈在哪里了哈 哈哈 要不然有危险 来 大家都说哎 我是你女婿 啊不对 我是你媳妇 主持人的智商真的是灼急 来 第二个 收到过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哇 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哦 收到过最特别难忘的 最特别 哦 其实我 因为我以前说过一个本子刻上很多记录的时光那个嘛 嗯 但是那个我觉得 一说那个好像好多粉丝都去做那个 嗯嗯 就是 我觉得要说一个新一点 好 新的一个 有什么难忘的 不一定是礼物或者是一个惊喜什么的 惊喜的话 就是 粉丝 哦 说到过来 忘题目了 不一定是粉丝好吧 好 朋友家人都可以 最特别的生礼物应该就是我一个朋友吧 就是 他经常会在我 我不知道过生日的时候会跟我说生日快乐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忘性很大 哦 你说以前小时候你忘了是生日 对 今天是生日 然后他帮你记得 对 而且他会 就是 会自己去叫一些朋友过来跟我一起过生日 帮你来庆祝 对 是很温暖的 他是谁 他是谁 就不告诉你们 哎 25岁以后告诉你们 哈哈 开玩笑啊 来我们看第三个 主持人家说的 你们不要不要 你也知道那个梗 我当然知道 我 多follow 好 来 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大家那个不要相信主持人乱说的 来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想对16岁的自己说什么 啊 对 这个我们要记录下来 16岁的王俊凯 一定会超过15岁的王俊凯 是的 不仅要超过 而且比他还高 比他还帅 继续加油 继续前进 好不好 来 支持我们爱奇艺的网友 谢谢你们 来再跟他们说个嗨吧 谢谢 不要忽略 我们都记得你们哈 不要忘记 来第三个是我们的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这些面霸们 他们也有问题 哇 这么多问题 我们抽三个回答吧 好不好 来 抽三个 嗯 先抽一张 好 在这条追寻梦神的道路上 除了坚持 你认为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颜值 我觉得除了坚持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要懂得是 这个东西是为你自己做的 还是 还是 还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觉得 我的梦想 就是 是 对我自己 我是特别想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会一定会努力 嗯 不管你坚不坚持 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这个梦想都是你的一个动力 嗯 在这儿我觉得就是一些家人的安慰啊 你非累了回家也要再休息 对吧 真的 我觉得 小凯十六岁就是懂得很多 可能 在座的你们都不见得明白的道理 掌声鼓励一下 就所谓坚持真的 你自己要明白 你坚持是为什么 对不对 不是为别人 就是为自己 那你所有的付出努力 都不觉得累了 这是很重要的 谢谢 来 第二个 来 第二个 看看 前面两个自我一点 怎么又笑了 念出来 他说 俊俊 俊俊 你近期的目标是什么呀 是考一个好大学对吗 是自己的理想大学 对自己的理想大学 有什么新的考虑吗 俊俊 回答一下 有人 有很多人叫你俊俊吗 还 没有是不是 好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才高二刚开始 我其实 还没想过 没想过大学的事情 就是 自己可能 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或者看自己 就是想哪方面的发展 然后我近期的目标呢 就是 就是要唱好歌 跳好舞 学好习 对不对 好好上学 对 还是非常的踏实 所以对大学 你会向往吗 应该会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多保留一点 高中生活的回忆 对嘛 现在这个高中生活 你要我每天都在幻想回到16岁 但真的好远 来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享受每一天是最重要的 来看看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哇 这个问题 什么 这么多的问题 你偏偏抽中了这个 小凯 你没想过你结婚的对象是谁吗 没想过现场想一下 结婚的对象 哇 这个问题 25岁以后再 好厉害 而且今天妈妈也在 所以你这个回答要很慎重 好 我就想到答案了 真的啊 不管这个人是谁 对不对 你要是结婚的对象 就一定要是 值得一个去 一生去生活的人 也要是我一个会去最爱的一个人 哇 你才几岁啊 你就说出这种话 我才五岁了 杨杨哥 我都快五十了 我都没想过结婚的问题 好好好 好了 我觉得小凯说的很对 对不对 要一个能够一起生活的 对不对 要一个内心最爱的 那我就只有祝福你找到他 总是鼓励一下 好了 我们这些问题 来工作人员帮忙说一下 太坏了 就这么多问题里面 竟然问到了这一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重要的就是 今天我们有歌听 有舞蹈看 有这么华丽 很舒服的气氛 跟大家来玩游戏 重要跟大家来讲讲 一个心里面的故事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 跟大家互动 好吧